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決戰前夕 成交偏淡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跌了20點 收報28774點 成交就非常淡 只有562億 這麼少的成交就因為決戰前夕 說的是什麼呢 說的是萬眾期待等星期五 即今晚美國公佈的6月份就業報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上個月的非農業職位增長 究竟是多少呢 目前市場預期是回升到16萬份 上個月公佈只有7.5萬份 遠順於預期 當時公佈之後 市場對於聯儲局減息的希望 大增大增 一度刺激到聯邦基金利率期貨 反映就是7月份 即今個月底 31日 減息0.5里的百分比上到45% 當時一度很興奮 但是後來 例如鮑威爾這樣出來 就是降了火 淋色了大家的團火 就是說沒有那麼多的 最多都是 市場就預期主要是減息0.25里 好了 那這個數據 如果是好的話 即是16萬份或以上的 就會淋色大家對減息的預期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減那麼多息 那7月份 應該都是會減的 不過呢 0.25里 但是如果是很厲害的 真是很厲害的 市場可能會擔心 7月份會不會不需要減住 然後呢 去到多少會是這樣呢 如果真的超過20萬份 而上個月也是上上調整的話 那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那當然啦 如果今次公佈的數據 也是順於預期 例如現在是16萬 估計 是12萬份或以下呢 那市場又可能會 對於今個月底進一步 就是減多點息 減息的幅度 不是0.25 而是0.5 希望又會提高一點 不過我仍然都覺得 都是減0.5 但是這個呢 希望提高一點 已經有機會刺激到 那個股市向好 那究竟開大還是開小呢 這一刻呢 今天 其實就是 好淡雙方 你眼望我眼 大家都不敢輕舉妄動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那為什麼說是決戰前夕呢 第一 如果好的話 就衝破2萬9 2萬9 2萬9 就是今個星期 集特匯之後衝了上來 在星期四的時候 最高見過2萬9千07點的 這個高位 2萬9區 那現在呢 剛剛又下來了 今天呢 就是這條上升軌 又支持著的 剛剛好支持著 如果星期一 開大的 那便衝上去2萬9之上 開小的就跌下來 所以現在決戰前夕 在今天的情況下 那些投資者呢 就不太夠膽出手 那事實上是 因為你不知道數據開大開小 那怎麼做呢 如果這些 那當然現在收了市 如果下次真的看到市況呢 可能呢 正股那裏呢 就不需要那麼勇 但是你可能在衍生工具 特別是一些期權 認股證或者是紅證那裏呢 就可能呢 可以小量博一下 那呢 如果開大 那你 如果開大 那你 那你便買入一些 認購的期權 認股證 或者是牛證 如果看淡的 相反就是 買一些認股期權 買一些認股證 或者是一些紅證 去操作 那就可以用少些的本錢 去博取一個 有可能出現的一些波幅 事實上 昨天呢 其實呢 那個波幅指數呢 跌到去 就是今年低位 所以現在在那裏 很正常 就在等著一個重要數據 那 那港股這樣的情況 那 如果你看這裏呢 就知道它在這裏 決戰填值 如果我們看多 傳統這個呢 雙底 量度升幅就到了 如果真的開大大的 那便衝上去呢 可能這個 這個 來近這個七月 翻新的話 就上去三萬區 那這個 五窮六絕 七翻新 如果真的實現到 為什麼會是三萬區呢 因為呢 原本我們呢 就是這個 5月3號這個 收市位 就是3081點的 後來是因為 特朗普 他說 要加中國關稅 所以5月6號的時候 裂口下跌 然後一路下跌 然後一路下跌 那現在反彈上來 都還未去到 它突然間突襲 加關稅之前的水平 要上去三萬區 才是七翻新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開大 沒有機會上去三萬區 就是七翻新 好 萬一開勢 又怎麼辦呢 開勢即是說 跌穿這條 上升軌 那 如果你看這裏 即是十天線 不保 起碼它會回下來 可能會去 再試五十天線 那 即是說 本周二 那個上升裂口 因為 集特匯之後 的上升裂口 就被完全回補 甚至下來了 看著一個位 就是這一天 6月27號的低位 低位就是 28,287點 你當它是28,280區 同期五十天線 都很接近的 即是說 如果真的跌穿 這個低位 同期收於其下 就要小心 那個要戒備 轉黃燈 那 如果再跌穿 這個6月26號低位 是27985 即是2萬8 收於其下的話 那就不單止轉黃燈 那就簡直是紅燈 因為 為什麼呢 那個不是後抽 因為已經做了一次 這一次 6月26號 就是小雙底 回到頸線後抽 如果真的再下的話 那次不是後抽 很可能是這個 小雙底 輪度升幅 走完了 那就下來了 那就下來了 可能就要探底 因為這樣 現在炒上來 很好 我們有一個好的預期 就是去七番薪 但是都要做好 做一個萬一轉變的風險管理 那為什麼會轉變呢 就是不減息 或者沒有那麼快減息 或者減息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那市都可能會回到去 所以我們有兩個預期 第一個 是集特會之後 中美貿談那裏 有得談 繼續有得上 第二個就是 美國會減息 中國會 也都是放水 所以這兩個預期 如果是從事實現 就有機會出身 萬一這些預期 有些落空的話 那就要做好風險管理 好了 那說了大市形勢 那好像 還是要看回什麼呢 就是 美股究竟能不能夠衝上 因為 美股在 7月3號半日市 就創了歷史新高 三個指數 如果理論上來說 這三個指數同時上升 如果真的 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它應該會一直 一級一級 有機會是 比較大幅度的上升 因為三個指數互相確認了 但是 如果這個是同時間 是假突破 那就要很小心了 那誰知道 它真還是假 就是今晚這個數據 就很關鍵 那我們先看看 這個 標普500指數 最重要是這個 因為500是最大的 美國的股票 那這個指數 創了新高 如果怎樣才判定 它會不會是假突破呢 最重要是這個指數 不只是回下來 試試這個 5月1號前浪頂 這個前浪頂 大概是2954點 你當它2950 而最重要 不要跌穿這個 6月26號低位 這個低位是2912 你當它298區 萬一如果真的跌穿2,900 的話 大劑 這個大劑 因為衝上去假突破 就降落 那就真的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回吐 那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因為什麼呢 剛才我說的 就是因為 很可能市場對減息的預期 沒有了 消失 就是落空 那市場就會 真是空 真是空險 真是落 但是如果繼續保持這個減息預期的話 開大的話 那它就衝上去 標普500指數 就會升穿3,000關 3,000關 這個心理關後之後 還未完的 還有得上的 好了 道指呢 同樣道理 我們一樣是看回 其實呢 就是6月26日或者7日 這個低位 它剛剛升穿了之前的前浪頂 我們收回來看看 那它呢 不要跌穿 這一天 6月27日的低位 這個低位呢 是26465 26,400區 如果它收在這個之下 那就麻煩了 這個是假突破 然後再落 又是比較差的走勢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那 納指呢 創收市新高 同樣 它不要再跌穿這個 6月25日的低位 納指是6月25 標普500指數是6月26 道指是6月27日低位 三個有些 日子上都有些不同的 那這個低位是多少呢 7879 你當它呢 780 很容易一些 總之不要跌穿這個低位 收於其下就更加差了 跌穿收於其下就慘了 就是整個星勢可能會被扭轉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這三個指數 現在都是一級級向上 開大的話呢 這些一路衝上去 道指 有人說 就是這個 昨天都說過了 就是 白宮的人就說 如果這樣 它就應該升到多少 三萬關 如果真是開大的 升穿兩萬七 去三萬 都不是不可能的 開大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預期 它會減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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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逼這個聯儲局減息減息減息 就是市場迫白聯儲局減息 政治上高 特朗普的團隊 迫聯儲局減息 兩樣東西 大家迫緊它減息 美國的債息 長期會繼續向下跌 迫緊它減息之後 聯邦基金利率一路減 減到不排除 好像歐洲那些 那些甚至乎美國的債息 跌穿 之前的前浪帶1.352厘的水平 跌到去多少 一厘甚至乎更加低 會不會出現符息 暫時還未住 不過呢 就真的一直迫它減息 這樣的話 本地一些 即是 本地的股份 都會有些看頭 特別是領展這些 今天領展衝了上來 最高呢 見過99.8 這個歷史新高 收99.2 都是歷史最高的收市位 那為什麼它們會升呢 就是市場有一批人 都在搏著 買這些股債 搏今晚的數據 會利好 即是數據不是很好 但是利好市 就是利好什麼呢 會加深減息的預期 那這些股有得上 因為這些都是收息的 是吧 那這個 一直這樣衝 不是這隻股 如果真的 今晚的數據 有利減息的話 就會衝破一百大關 那另外 其實我說 本港那些股份 三寶 現在是 除了領展之外 港鐵 港鐵一直這樣上 就是因為它是 最大的地主 它可以 在短期這一兩年內 可以拿出最多土地 最多房屋來賣的 就是這一隻 現在都一步一步上去 每天都揚足 因為都是預期的 息口向下 有利 另外 有邦 基本上都是這樣走勢 一直這陣子都在衝上去 那這三隻股 如果今晚的數據好 就有利 它繼續上 如果數據 如果不要利它們的話 那怎麼辦呢 就調整 調整來 大家最好 如果真的有調整 就是調整它什麼呢 我出了三個都是五十天線 就回落五十天線水平 或以下就收窄 這隻 也是這樣 港鐵也是這樣 領展也是這樣 五十天線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